对童年家园的情感 对痛苦逃离的记忆 亚历山大克鲁兹维奇和他的父母 当时住在切尔诺贝利 列宁格拉德斯卡亚6号 我小时候母亲会把壁炉里的火烧得很旺 冬天外面冰天雪地 壁炉很暖和 多年后 1986年4月26号清晨 克鲁兹维奇走到外面去抽烟 我看到有东西在发光 像日落 是那种雪色 我就想 现在出现这种光亮 太奇怪了吧 但是第二天 没人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 16公里之外 核电站这起事故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明显 十天之后 当局下达了撤离切尔诺贝利的命令 位于下风口的普利皮亚纪 居住着核电站的员工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公寓阳台上看着火势起来 放射物从两公里外燃烧的核电站泄露出来 普利皮亚纪的所有五万五千人被迫逃离 现在这座城镇就像是纪念世界上这场最严重的核事故的纪念碑一样 处理在那里 让人内心难以平静 建筑物逐渐的破败 带辐射的画术重新占领了这片土地 在当地学校 儿童用的房东面具散落在教室地面上 这些都是冷战恐惧时期的备战用品 还有那些歌颂苏联成就的教科书 令人吃惊的是 在这片荒凉之地也有生命的迹象 几百名一到花甲之年的撤离人员重新把家安在了这个隔离区 当局也默默容忍了他们的做法 许多人自己种菜 尽管他们得到警告说 地表之下的污染正在迅速的上升 切尔诺贝利仍然居住着大约三千人 他们继续在做废弃核电站的工作 他们只能在隔离区里待14天 每周一次 亚历山大 克鲁兹维奇都会从基辅赶到切尔诺贝利的一家医院工作 那里 距离他曾经的家只走几分钟就到了 我母亲曾对我父亲说 我们回去吧 我们回去吧 但是他们没做到 不过在事故发生后的大概一个月 我和父亲回去看过老房子 房子毁了 窗户破了 门开着 所有东西都被偷了 什么也没留下 科学家说 这个隔离区在今后的两万年里都不适合安全居住 但是对一些撤离人员来说 切尔诺贝利仍然是家园 虽然到处潜伏着看不见的危险 但这压抑不住他们重返家园的厌望 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报道